为什么不管做什么最终都会到卖货上 我比较信赖的一个学中医的平台 最初加入就说是纯空医 所以有大批的志愿群体 给大家搭建学习中医的平台 跟随逆海夏逆老师学习 加入大半年 最近开始学习在群里卖货 打着有机股发的什么的旗号 搞饥饿营销 卖的东西很贵 还限量 我才会有大批韭菜们去抢着买 其实最初加入 我就有想到我积累了一定人群 做他用 那将很容易创造财富 没想到真的发生了 我只要不买他的东西 一心学我的中医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但我就是对他们期望太高 我心里挺难受的 害怕卖货没其名曰意卖 利润目标十万 有盈余补贴平台 我真的感觉这个平台不纯粹了 第一个呢 你当初你的动机不纯 你去人家的学习就是纯工艺 就是说白了 你看到人家纯工艺 就是你图便宜去学习 甚至使徒不要钱去学习 是吧 你自己动机不纯 图便宜去学习 结果你现在说人家号称公义 贪图利益 然后说人家动机不纯 你这自己相互矛盾 对吧 你为了当初图好处 图人家便宜过去的 你白嫖了人家 现在开始人家白嫖你 你不愿意了 你开始用道德绑架别人了 是这个逻辑吧 所以有些发言 你在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看人家公义便宜 你过去了 结果人家转过身 把你给办了 你本来想办别人的 如果别人一开始收费 你还去吗 所以就是因为人家免费 你才去的 那你不就是想白嫖别人吗 那你嫖了别人 别人凭什么不能办你呢 所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太多的人就喜欢 自己动机不纯 但是还喜欢用道德绑架别人 你有失心 你就不能用道德绑架别人 你如果用道德绑架别人 别人凭什么 我不能用道德绑架你呢 对吧 我们相互拉对方下水 反正彼此都不是好鸟 你认了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很多人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老认为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老认为别人做公益 你就绑架别人 你这种本身的动机 就不纯 这个社会上 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 就是到处喜欢立牌坊的人 你这事就不得赚钱 你就得好好为我服务 等等等等 说一通 这个物聊自己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自己要反思 你动机不损 你不要怨别人 第二个我们再看一句话 因为你们一定要明白 你把公益的本质看明白 我相信有真正的公益 但你要思考几个问题 如果他做公益 他的钱出哪来 如果这个解决不了 他这个公益 这个俩事 一定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知道为什么 你一定要想明白 他的钱出哪来 包括前两天 深圳爆雷的那个顶一峰 他这么高的收益 他投资什么 有这么高的收益 你说他用的锅学 用的玄学 用的五千年的智慧 他最多叫手段 你问他他投的什么 他投的伊隆马斯克的航天飞机吗 他还挣不这么多 你把很多事 你问明白 不就知道了吗 包括做公益也一样 他老做公益 他钱从哪来 比如第一个 他有亲爹 这是可以的 比如磨磨的红茶会 磨磨的叉叉总会 人家有亲爹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他是可以做公益的 就是上面有拨款的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机构呢 轮不到你 这种机构有好事 轮不到你 你说叉叉会 摸摸这会 然后有什么好的活动 免费大餐什么的 轮不到你 就像那个薛兆峰 包括毛医师都说 经济试用房不能有厕所 很多屌尸 把他俩骂一顿 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经济食用房 真有了厕所的话 根本轮不到穷人 因为这好处轮不到你 就像季晓兰救灾似的 和尚救灾就不一样 和尚救灾在粮食里边 一定要摻沙子 和尚非常明白 如果不摻沙子 根本轮不到穷人 这个季晓兰是个书生 啥不懂 所以你们总想有好事 好事轮不到你 你想白嫖别人 别人提早早饭 你给嫖了 所以我们太多的人 智商太低 情商又低 老被嫖 还嫖不明白 我再问你一句话 如果这家公益组织 是民营的 如果民营组织 他就刚开始那点投入 他做公益的话 他很快钱就花完了 如果他不挣钱 他这个团队怎么生活 如果他不挣钱 他怎么激励流露优秀的员工 如果他不挣钱 他怎么搞新产品的研发 对吧 包括你说你这个 也是搞了有机和补发 如果有机的话 他的生产成本就更贵 他怎么可能工益呢 你们想过这是什么 各位 工益组织如果他不赚钱 他的员工怎么用心给你服务呢 你想像他娘的 他吃饭都吃不饱 都揭不开锅 他能对你表情都伪笑了 他不掐死你才怪呢 你愣是没想明白 除非是吗 偶尔有一两个真正的工益组织 你给他捐助 他提取的管理费也就五个点 就是你捐他给他一百块钱 他必须保证 把九十块钱花到真正的穷人手里 如果你要捐出地方了 你会发现 他会把九十块钱花在自己身上 十块钱花到穷人身上 但是这是比想象的难 在中国真正的工益机构很少 这事轮不到你身上 你知道的工益机构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别太想当然 好吧 你想多了 工益组织要比你想象的难 那五个点管理费 因为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 哥们做不了 但是真正有管理能力的人 肯定不干工益 他干商业会挣更大的钱 这就是我们的工益组织做不好 就是那点管理费你干不了 我们没这样的人才 你别不服气 比如我给你一个亿 让你发给穷人组织 你只有提五个点的手续 你这是干不了 然后对赌 你不能发错了 你确保发的是穷人 这是比你想象的难 你玩不了 因为你要敢发钱 谁都想要 富人也认为自己是穷人 如果你发错了 和你对赌 发错了一个赔十岁 你试试 你敢干吗 你不敢干 你也干不了 这是比你想象的难 那个阿米尔汗 这个印度的电影明星 他发钱怎么发的 他让大家排队领大米 就领两斤大米 你知道印度热呀 领两斤大米 排一上无队 热得浑身是汗 富人一定不领 然后穷人领 然后他都把大米里边 大概放几百块钱 他是这么发的钱 包括南京有一个大学 你会办 他是根据学生的饭卡 饭卡的每顿饭的消费量 因为穷人的孩子 不敢吃太贵的 他根据你的饭卡的次数 和平均消费价格 来判断谁是穷人 然后自动把钱打你卡 所以慈善要比想象的难 我们做不了 所以你们别当一回事 因为这方面我研究过 比想象的难 就像我曾经组织一帮学生 把城里的孩子的衣服和玩具 送给山里的穷人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为什么呢 因为穷山恶水那个校长和村长 他不要衣物 他不要孩子的玩具 他要现金 但是你没有他 你找不到你穷人要帮助的人 但是由他他要现金 他不要食物 所以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比想象的难 我们做不了 所以我想说 你即便这个综艺平台 他在有捐款人 他没有捐款人 他的公益 持续不下去 所以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好吧 还有一个 即便是有真正的公益 比如在境外 有大量的真正的公益 那是真正一帮 懂商业 懂管理的人干的事 而且他光募捐 包括境外的大学校长 你知道校长第一任务是募捐 他专门用校友募捐办公室 每年校庆 每年这个校友的生日 他都要写信 来维护这种关系 将来让校友捐钱 他比想象的难 就是公益组织 都花的每一分钱 都来自于商业机构 做白了都来自于老板 所以真正的公益 是商业 商业才是真正的公益 因为公益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商业挣来的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所以乔布什从来不捐钱 乔布什认为 他把苹果做好 就是对世界上做的最大的公益 穷人不是靠公益 来把它变得不穷的 穷人是靠商业 把它变得不穷的 很多事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比如穷人 你捐给他一头牛 你让他更地难 结果过两天你放心 过两天他把牛杀了 给吃了 你们能懂吗 我一个学生给我讲过一个真事 他资助一个熊孩子 一个月大概资助一千块钱 还是五百块钱 后来他见了那孩子 他就问那孩子 他说我给你那钱 你都这么花的 这孩子小孩小啊 他不会撒谎 他说我爹买酒喝了 所以你支出孩子的钱 被他爹买酒喝了 你说你是怎么想 我的学生当时非常恼火 他说从这以后 我再不给孩子现金了 他只给孩子买上衣服 买上文具 所以你们没干过这事 你干过就知道 比你想象的难 所以穷人不是靠公益 让他脱贫的 穷人是靠商业脱贫的 穷人 再穷的山区 缺的不是公益 缺的是商业 这个穷人 你怎么救 他还会是穷 但是如果你在荒凉的山村 你搞个商业 搞个小工厂 搞个小公司 搞个农产品的合作社 他有可能都不穷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背后怎么回事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商业看似自私 其实在利他 这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培养商业人才 培养老板 培养管理人员 是干了这个事 公益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问题 解决贫富差距 解决穷人脱贫 所谓的精准扶贫 唯有商业 扶贫 精准扶贫 一定是越扶越贫 因为你不解决根本问题 好吧 所以你们很多事 一定要把它想明白 尤其号称公益 你得看明白 尤其是立排放的 你别当真 好了 接着这机会 我给大家谈谈这个观点 我们不管要把事看明白 你不要那个 就表面摊表面 唧唧歪歪没完 你看明白了最后罪行吗 你不走弯路啊